一大早 喀拉昆仑高原的天刚蒙蒙亮 新疆军区某边防团官兵已经准备出发 按照计划 今天他们要对预定点位进行巡逻 本次巡逻车主要采取 重路与乘车 相接合的方式 继续 按照光线的消毒花费 登车 巡逻车在海拔五千多米的高原上行进 官兵们始终保持着高度警惕 车外寂静的高原 是他们用生命和鲜血捍卫的地方 2020年4月开始 有关外军违反两国协议协定 底边越线搭建便桥修建道路 频繁在边境越线征控 试图单方面改变边境管控现状 导致边境局势陡然升温 在搭建一个帐篷以后 现在又搬过来一个新的帐篷 6月 外军公然违背 与我方达成的共识 悍然越线挑衅 按照处理边境事件的惯例 和双方之前达成的约定 团长齐发宝本着谈判解决问题的诚意 仅待几名官兵前出交涉 却遭到对方蓄谋暴力攻击 齐发宝组织官兵一边喊话交涉 一边占据有力地形 与数倍于己的外军展开殊死搏斗 增援队伍及时赶到 官兵们奋不顾身英勇战斗 依据将来犯者击溃驱离 外军溃不成军 抱头逃窜 丢下大量越线和伤亡人员 付出了惨重代价 按着按着 图上按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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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长陈红军 战士陈祥荣突入重围营救 奋力反击 英勇牺牲 战士萧思远 突围后义无反顾返回 营救战友 战斗至生命最后一刻 战士王卓冉 在渡河前出支援途中 拼力救助被冲散的战友脱险 自己却淹没在冰河之中